兵哥终于去把这些证件全部拿回来了 来给我看一下 先赌为快 余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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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什么意思啊 听吧 这是绿本也到了 行驶证也到了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回家了 出发湖南 等等我 我天开着车就走了 老婆都不要了 刚刚我开了差不多三个小时 说说这个车的体验吧 第一就感觉很稳 就当你跟大车会车的时候 110到120这个时速的时候 会车的时候感觉不到有风阻 以前我长城会有这种感觉 有点飘一下一样 所以正常就是不敢开到120 跟大车会车 这个车完全感觉不到 第二呢 还有就是你看现在我们的车速 其实是110 但是你向前看的时候 你感觉它就是七八十码的在跑 所以就一不小心很容易超速 这个要随时要控制一下啊 多控制一下应该是 还有一个第三点就是一个缺点啊 然后呢 它视野非常高 因为车身比较高嘛 视野非常高 当你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 还有特别是走那个高架桥的时候 我恐高 我不敢走两边 我只能走中间 这一点是不好的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到家了 现在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 回我们家要经过两个弯 那两个弯这台车不知道能不能转过去 不行咱们回家修路啊 到收费站了 这个车比开车便宜的点 便宜点是吧 我们导航回来是288 我现在想起来了 便宜16块 我下一次拉土豆不要钱 好听吧 我不会跳凯旅的 刚好下了高速 油也开完了 把那油箱加满 现在总里程是1059.9 我们上次加油是285 那就是算下来 我一箱油可以跑到775公里 然后呢 它原价是949的 但是它 我用了那个团油的小程序 是10付款是878块钱 878除以775 每公里是1块1毛3 是不是 他们都说1块6 吓了我一跳呢 1块1毛3 对 1块2 对 1块2吧 然后我们上高速 这一次跑的高速多呀 高速是比较省油的 我们今天跑了有400多公里高速呢 嗯嗯 是吧 我们整个跑个油 775公里 但我们跑高速大概跑了600公里 跑了600公里的高速 你应该算啊 100公里好多个油吧 一毛15个油 我再算一下啊 前方100米 算好了啊 百公里是15.17的油 基本上就15吧 15个油 嗯 我感觉应该独自个12个油的 慢 后期我们再 哦对 再仔细的核算一下 塞斯店里说了 刚开始的时候它的油耗特别高 我们刚拿车的时候80克油 哦 所以后期我们还需要再测试算几次 才能更精确更准确 嗯 尽量把油价控在一毛 嗯 一块一块钱之类 很难 哈哈哈 这个车它的绰号叫油老虎 我踩油没但是我轻一点 实在不行咱们推着走 刚刚我们加油的时候 那个加油员加到一半了 还问还没加满吗 最后一看加了900多块钱 他说我第一次加汽油加这么多的 还应该那个大客车应该不应该不对吧 可能大客车他们应该是有定点的合作的加油站 大客车应该比较多加的鱼了 他不了解 他刚开始好惊讶那个表情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现在到应该是最后一段路了 也是 对 这个路多宽你说 3米5 3米5 我们的车2米 2米2 2米2啊 还有20公分 这样的路让我开 我是开不到了现在 这里好像过上车 可以了 我都有感觉了 等一下最难的在后面 我开就可以了 前面是最难的第一个弯 你还帮我看看 车还有帮我看 你还帮我看 我帮你打高高的我去 看着有这么宽 对 车子宽 可以可以 哎呀 挺完美挺完美 能过 好 第一个弯顺利通过 这是最难的 这是 刚刚好啊 这个要压这个石头了 来走吧 哦 完美通过 好 走吧 打直走吧 我们家小黑不知道 以为是陌生人来了呢 吓得 小黑 你看看到是我们回来 又追过来了 小黑 嗨 小黑 几天没见了 来 我爸爸老早就准备好了 这是老人的一番心意 这里可以打开 有拿的有龙眼回来 在人家家摘的龙眼吃去了 这个拿下去吃了 小黑 叔叔来了 我爸爸是很喜欢的 很喜欢 哎 他吗 我女儿养了一只猫 他吗 他吗 来过来 哇 好好看哦 好好看 哦 他吗 几天没见了 这一次在广州待了七八天 确实把我闷坏了 我发现 哪里都不如自己家的这个小山村好 回来之后 就感觉心情就豁然开 后 开 开朗了啊 看我们家种的菜 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蔬菜了 因为马上要换季了嘛 明星叶很快要黄了 全黄了 说很漂亮 这个辣椒长得还在开花呢 还能吃两个月 我回来已经到果园溜达的一圈 发现现在只有石榴 但是我摘了一个石榴 还没熟 还不能吃 再过一个月吧 我这里又变成绿色的了 看不见黄土了 因为秋季的蔬菜就种上了嘛 嗯 这车停在这里 怎么看怎么好看 进去哦 啊 我们看下来 吻了这个 如果不管来 我们下来 下来 要来 我答应